那么当然回来我们再看后面的agreeable agreeable是令人愉快的 宜人的地点 人们一看身心觉得舒坦 这是个比较文气的一个书面 我们大声读一下agreeable agreeable 这个词本身比较文言 其实类似于形容词pleasant 类似于pleasant 令人愉悦的 令人愉快的 比如说 We spent a most agreeable evening by the river 这个spend 我问大家是度过还是花费 明显是翻译了度过 咱们讲过spend的是多一词 一般过程是spend 我们在河畔度过了一个特别开心的夜晚 这个夜晚是令人愉快 agreeable 宜人的令人开心的 这个most 我们说了 如果修饰形容词前面没有定词的 不能翻译成罪 而应该翻译成extremely极其的 我们在河畔度过了一个特别开心的 令人愉悦的这么一个夜晚 而weibo是这个意思 本分钟修饰这个situation是地点 一看令人身心舒态 愉悦 这个地点 situation我们说是多一词 情况或者地点 本分钟指纽约港 当然这个是地点了 而不是情况 那么这个地点在哪里 located within two small hills 这明显是过去分词 当后制定于修饰这个situation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situation也行 但前面刚刚出现situation 所以再用那个词就不好了 替换了 你注意观察 前面要修饰situation 尽管locate也可以换成同一词situate 但你用situation situation 用词就重了 所以用located 避免跟前面的名词 用同根字避免重复 这是这么一个目的 好 位于哪呢 in the midst of two hills 在这个这个这个两山 within two hills 在两山之间 后面还有定义从之间 in the midst of which 在两山之间 还流淌了一条大河 这个which就代替 这个前面的two small hills 在两座山的中间 这个mist是个书面语 其实就类似于 咱们的名词middle in the midst of 就是in the middle of 在什么什么的中间 你发现这个用st结尾的词 往往都带有点文言的色彩 很有趣 以下in the midst of the crowd 在人群中间 怎么怎么样 就类似于in the middle of the crowd 跟他类似在什么什么之间 你看体育反三多看几个 你现在这个whilst 就类似于咱们这个while 但whilst 也是一个书面语 表示在什么什么过程中 来我们看例子 The days were hot whilst we were on vacation 我们在度假期间呢 这天特别的热 天气特别热 当我们在度假期间 whilst 类似于咱们的while 也是书面语 也是书面语 还有一个咱们以前见过的 在什么什么之中 有一个介词叫amonst 它其实就相当于among 只不过amonst 也是一个书面语 你看有规律 对吧 我们同样看第34课 158页的第5行到第7行 158页的第5行到第7行 There is always hope that in this is labyrinths of musty dark disorder forms a real rarity will be found amonst the piles of the sordid junk that littered the floors 人们总是希望 在这迷宫般的 发霉的 阴暗的 杂乱无章的殿堂中 一件真正的艺术真品 将会被发现 在哪被发现呢 在这一大堆 什么乱七八糟混在一块儿的 堆到地板上的杂货中 能够发现amonst 就类似于戒指amonst 对吧 好的 好 这个知识点看完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句话里面来 那么再回到这句话里面来 那么再回到这句语统集里面 In the midst of which 这which只带两个小山了 就像呢 In the midst of two small hills flow of the great river 流淌着一条大河 这个flow老实说了 在这儿是个完全道中与序 这个大家 在这儿可能看得不太清 没事 咱们把这个定义丛句改造成 简单句 可能看起来更清晰一点 这个which既然只带两座小山 那不妨带进去 如果简单句呢 是不是应该是 In the midst of two small hills flow of the great river 在两山之间流淌了一条大河 在两山之间是表示地点位置的一个状欲 放在去手 然后呢 一条大河 这个本身主语不是代词 位语flow不是极无动词 这两个满足了 用完全道中 正常语续应该是 A great river flowed in the midst of two small hills 对 这是正常语续 咱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知识是在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 全部道中语续 咱们在第十课讲过 回顾下全部道庄 它的定义和它的条件 第十课 泰坦尼高的沉默 咱们说过 全部道庄 就是把全部位语都放到主语的前面去 它的条件是第一个 表示位置或者次其的状欲放在去手 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要用全部道庄 第一个条件是 主语不能是代词 第二个条件是位语动词 不能是其误动词 本文中都满足了 所以这定义从这里面 用的也是全部道庄语续 全部呢 因为这个in a miss which 也是放到了整个定义从句 它的剧手 好 那么我们再做个小小的练习 这个练习的片段 咱们一会儿还会用到 咱们先看一个陈述句 一个正常语句 a subway station stands in front of a huge shopping mall subway station用在美国多一些 就是一个地铁站 这个地铁站处立在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的前面 大型购物中心前面有个地铁站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型购物中心 在大型购物中心前 这个地铁站中放在巨手 突出什么突出巨末的主语 在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前面坐落着一个地铁站 我们说全部道庄不是突出巨末重点吗 咱们看怎么说 in the front of a huge shopping mall 放到前面去 主语地铁站 不是代词 位于stand的处立 不是极无动词 满足了 所以是in front of a huge shopping mall stands a subway station 这个结构就跟本文中这个定义重句 类似了 这是全部道中语序 好 这个整个句子呢 特别重要 你看它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句型 非常简洁 它把它描述成为一个非常宜人的 这么一个地点 位于哪儿呢 located加后置定义修士达 两身之间 在用in a mist which 在两身之间流淌这个大河 我们用这个全部道中 类似的咱看能不能说几句话 说一句话 这家饭馆 就restaurant 位置特别方便 very convenient 非常方便 它在哪儿呢 位于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正中央 这个吃饭的人特别多 位置分方面 located具体位于正中 就right in the center 然后怎么样呢 在购物中心前呢 还有一座地铁站 刚才那道桩怎么用过呢 你看这家饭馆位置非常方便 位于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正中央 在购物中心前面还有一座地铁站 这个句子呢 当然我们一般同学会写 如果写的简单句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写成小句子就散了 你看一般同学可能这么写 the restaurant is in a very convenient situation 对吧 这个饭馆处在一个非常方便的地铁位置 这个地铁位置在哪儿呢 it is located在哪儿呢 right in the center of a huge shopping mall 它位于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的正中央 这个用的也对 然后再说什么呢 a subway station stands in front of the shopping mall 一个地铁站呢 就是处理在这个购物中心前的钱 购物中心前面 但是咱看能不能把它都连到一块 连成一块 我们先说这个饭馆地铁位置特别优越 然后这个citrant在哪儿呢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located就好了 就不用再另起去叫it is located修饰这个situation呢 它位于哪里呢 r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huge shopping mall 而今天下一句话中也有shopping mall 上一句话末尾又是shopping mall 我们说这种情况下就用地铁从具了 就不用把两句分开了 是不是可以用in front of which 但是in front of which 表示位置的这个状语 放到了定义从具聚首了 而后面主语是地铁站不是代词 后面stand又不是急误动词 在这还能用倒装 我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复述一遍 我们一起来 the restaurant is in a very convenient situation located right in the center of a huge shopping mall 注意后面 然后呢in front of which 注意倒装 stands subway station 太棒了 这是一个精彩的紧凑的简洁的句子 尽管句子很长 但是特别精练 特别简洁 特别有力 好句子 注意在这里面是倒装 另外处于什么什么位置 咱们词词中讲过situation 比较地点位置加接着in 处在一个方便的位置 你看好句子 非常精彩的句子就出来了 所以这句话好好钻研 这也是我们十七课的一个重点句型 好 再看第一段的后面这句话 这句话同样比较复杂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那么在逗号之前的黄颜色句子 明显是个让步状语从句 尽管Valzono 那么Be considered to be 是被认为是 by no means 在这是一个状语 这表示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被认为是 一个伟大的探险家 然后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句 但是它的名字怎么样 却有可能会一直流芳百世 Emortal表示流芳百世 咱们讲了 为什么呢 for一直到句末 这个写体字明显是一个 由廉词for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咱们多次说过 逗号for 它一般跟主句逗号分开 咱们原因状语从句里面 还牵涛了一个小的时间状语 因为在1964年11月21号这一天 注意英语中语序 这个表示时间是月日年 先说月再说日再说年 月日年的顺序 怎么样呢 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是以它的名字来命名的 我们说了 Be named after 是以某人名字命名 这个结构咱们也见过了 好 这是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下面咱们看看细节 首先第一个 绝不一点也不 by no means 这是固定搭配 表示绝不一点也不 这个表达特别多 特别丰富 咱们可以类似的 咱们可以多看几个 表示绝不一点也不 相关表达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一大堆表达 你发现都是否定的结构 都是否定的含义 所以这一大堆词 本身都可以做壮语 如果他们放到一个句子 句首的话 后面要用部分道中语序 大家记得吗 放到句中 那没话说了 陈述语序 放到句首都要用部分道中语序 因为句首是否定词 后面要部分道中 咱们的前面部分道中 这个小语法点中 咱们说过 部分道中是注动词 逼动词 侵害动词 放到主意前面去 咱们分别把它大声 来读一下 这个绝不一点也不 加强否定一句 慢慢来 by no means not by any means 其实一样 这第二个是个变形 再来 not at all 注意连读 not at all 两个字母 剃头啄含的的声音 在里面 not at all not at all in no way be no 也行 I'm no expert 我绝对不是个专家 也行 还有not remotely on no account not on any account 这跟第一组类似 也是一组词的 是个变形 还有not a bit not in the least 都是表示一点也不 还有比较复杂的 on no condition on no condition 还有一个最长的 under no circumstances under no circumstances 注意 circumstances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都是表示绝不 一点也不 他们任何一个词方的巨手 我们都可以用刀状 都用刀状 我们看例子 she is by no means pretty 这个女孩一点也不好看 你说好看我看 这绝对不好看 一点也不好看 我们也可以用not by any means she is not a bad kid by any means 这个女孩绝对不是个坏孩子 内心特别善良 尽管把爸妈都弄死了 但是我觉得她不是坏孩子 绝对是个好孩子 这个not by any means 表示绝不 一点也不 还有呢 by no means can theory be separated from practice 这句话的变化是 把by no means 强调放在巨手了 我们说了 部分道状是强调巨手的 这个状语 绝不怎么样 后面注意 the can 形态动词 放在主意前面下来 理论绝对不能 与实践相分离 separate表示隔离开 分离开 be separated 后面跟from搭配 这种道状了 再比如说 she is not at all happy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citrant在这情况了 他对目前的情况 他一点也不满意 非常不高兴 他和你也说很开心 他绝对不高兴 他对目前情况很不高兴 非常非常不 一点也不 not at all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this will in no way influence our original decision 这绝对不会影响 我们最初的决定 当初的决定 original 咱们在第五课也说过 好 再看 I am no expert 就是be 后面加no 也是强调这个否定 我绝对不是个专家 that girl is no fool 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女孩子 一点都不傻 她可绝对不是傻瓜 特别聪明 再看 Larry is no friend of mine 怎么翻译呢 Larry绝对不是我的朋友 我根本不拿他成朋友 就根本不是我的朋友 be no 这也是表示绝不 他的这些论述 这些论断 远非有说服力 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argument可以表示 有论据 有结论的一段 论述性的话 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Not remotely 咱们再来一道桩 On no account must you disturb me while I'm working 这些词一般来说 都可以放得去手 但注意后面道桩 这把形态动作 放到前面了 你在我工作时候 你绝不要打扰我 我的工作很重要 工作时 绝对不要打扰我 用它 再面说 Do not on any account leave the prisoner and guarded 绝对不要 让这个囚犯 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一定旁边有人看着他 and guarded 表示没有人看管的 not on any account 跟on no account 意思一样 绝对不要 再面说 I try to convince them but they weren't in the least interested 我试图想使他们相信这个事 但是他们一点也没有兴趣 not in the least 只不过这not 放到了warrant里边 缩写里面去了 一点也不 他们一点也没有兴趣 还有 was she annoyed not a bit she was delighted 我说这个女孩子 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 一点也没有 她非常非常高兴 很开心 not a bit 就类似 not at all 绝不一点也不 对吧 这个也行 再来一个道桩呢 on no condition should entrain personnel use the equipment 我是绝不能够 让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来使用这个设备 on no condition 放得去手 后面倒桩 用should 这还是这个 情态动词 放到前面去了 personnel 表示人士 entrain 就没有受过训练人士 设备 equipment 不可数名词 再看那个 circumdance circumdance 最长的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ill we agree to splitting up the company 我们绝对不会同意 去分裂我们的公司 splink up 表示把什么东西分裂开 后面也是部分倒桩 把will 注重词 放到主意前面去了 就这一大堆词 都可以表示 绝不 一点也不 他们如果放在 巨手强调的话 后面别忘记 部分倒桩就好了 本文中 用的是by no means 也行 绝对不会 好 然后呢 后面再出现 是be considered to be 这个是老知识了 早就讲过了 consider 这个前者叫to be 叫后者 把什么什么认为是什么 有的时候 to be也可以去掉 咱们说 to be 有也行 没有也行 都行 把它去掉也行 咱们看例子 we consider this to be very important 我们认为这东西 特别重要 也可以说 we consider this very important 有的时候 to be去掉也行 那被动的呢 被动再看一个例子 he was considered a weak leader 他被认为是一个 比较懦弱的 这么一个统治者 这么一个领袖 这个to be 在这加上去掉都可以 这是以前的老知识了 顺便咱们看一下就好了 好 把他记住 文中说 绝对不会认为是一个 伟大的探险家 但是呢 his name will probably remain immortal 但那名字 却很有可能会流芳百世 这个结构 咱们可以把它当作固定搭配 把它背起来 叫什么呢 will remain immortal 将会流芳百世 remain是个系动词 表示保持这个状态 到后世也会一直流传下去 流芳百世 但这个一般都是好人好事 因为流芳百世是个包一词 immortal是包一词 这个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用 比如说 雷锋的名字 将会流芳百世 the name of雷锋 will remain immortal 在未来后代也会记得这个名字 将会流芳百世 可以这么说 但是大家立刻想到 如果一个不好的灾难 一个大灾难 一个大地震 将会永远被人所牢记 就不能是流芳百世了 这用的感情色彩就不对了 咱们立刻想起了第十课 见过这样的表达 咱们复习一下 第五十课的第七行到第八行 第五十课 第五十课的第七行到第八行 五十课第七到第八行 你看这句话 这个巨轮 悲惨的沉默 将永远被人牢记 因为它首行就沉默了 伴随着惨重的人员的损失 这个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提炼出来 是不是也可以表示 将永远被人牢记呢 但这个词 只好事 只坏事 就都可以了 而remain immortal 只能只好事 只坏事 当然可以用它 我们再回一回 那个马航 马兰西亚这家航空公司 这个航班 它悲惨的失踪 将永远被人牢记 在复习这句话 The tragic missing of the Malaysian air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结果那个 will remain immortal 做个对比 相应程序 这个好坏都行 但那个只能只好事 这个马来西亚 airliner 怎么讲过 叫大型的客机 或者班机 好了 本文中说 它的名字 将可能会流芳百世 为什么呢 我们说for 是原音状怡从具 for on November 21st 1964 在1964年 11月21号 咱们说了 英语中指日息的顺序 一般是 月 日 年 这个顺序 本文中用的是对的 然后the longest suspended bridge 最长的吊桥 in the world 事件最终的 怎么样 was named after him 以他的名字 来命名的 这个以某人来 名字命名 因为刚才说了 be named after 有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是一个英国 美国都可以用的 something be named after somebody 表示这个东西 是用这个人的名字 来命名的 一般是为了纪念它 但是在美国 有另外一个版本 something be named for somebody 也行 在美国用after 用for都行 但是这个for 这个搭配只用在美国 就是或北美洲 加拿大 也用它 还有一个版本 咱们进一步强调 为了向这个人表示敬意 也可以这么说 be named something be named in honor of somebody 大家还记得吗 in honor of 我们在以前说过 在十四个贵族歹徒中讲过 in表示目的的时候 in honor表示 为了向某人表示敬意 为了纪念它 以它的名字来命名 这个都行 三个搭配都行 只不过for的搭配 一般只用在美国罢了 咱们看例子 the college is named after 或者说 is named for or is named in honor of George Washington 这个大学是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 来命名的 或者表示为了纪念它 而以它的名字来命名 in honor of the honor 咱们用的是美式品写 英式是h-o-n-o-u-r 这个都行 都可以 这是以某人的名字来命名 就是这么一个搭配 在那一年 它的名字给了最长的吊桥了 以后咱们一说这吊桥 就回忆起了当时这个探险家 所以尽管这个人子 本身没有做出重大贡献 它的名字 却可能永远的传送下去 这个大桥 在美国确实依然保存很完好 好 这个第十七课重要文章第一段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里面的一些重点 一些习语 一些句型 希望大家牢牢把它记住